你身上的几把 一把 几个子弹 被压制在地 皮肤有黑的长发男不断反抗 还企图对远景开枪 摇离摇离摇离 看有没有上场先拉开 腰间的枪支被警察夺下 手脚通通上口 你现在通计身份 40分局警察 政材队友我告诉你 有没有了解 他不是一般的通计犯 年月51岁的张信游艇大亨 过去涉及三起性侵案件 被解放预令 107年到114年 都必须到社子派出所报道 没想到判刑9年的结果出炉 他竟然趁戏逃亡 警方这个月5号 来到新北市淡水山去埋伏 看到对方靠近上前盘查 没想到他拔枪上膛 进入租屋处搜索 三楼高的窗台 绑着九密长绳索 随时准备逃生 自身有多国航程经验 还上过法国厨艺学院 在游艇界小有名气 但警方追查 他过去可是军情局退役中校 曾经驻外长达10年 包括美国法国墨西哥 还有纽西兰 结果退伍之后 除了接触毒品 还持有枪械 涉及三起性侵案被判刑 为了逃命 卖掉游艇得手超过280万元现金 躲在23岁女友住处 伤心犯贤 非常的狡猾 周旋在众女友间 帮他租屋 然后来他包括在新北的三支 巴黎系纸本地 终于将他查气到案 有请大恨多次在路上 和KTV检施酒醉女子性侵 还在咖啡店 趁女大生去洗手间偷偷下药 被判刑畏罪逃亡 还与警察搏命相斗 如今路网身边的小女友 也惨遭牵连 提问话一些 提问什么东西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